油亮亮的肉片在鐵盤上烤得滋滋作響 香噴噴燒烤人人都愛 新竹知名燒烤店騷踢爆 販賣了餐券卻不讓消費者使用 有民眾看上難得特價的餐券 原價六百元吃到飽答對折 莊小姐花了三千元購買十張 而券上券時蓋上店章 並且沒有規範使用期限 但購買兩年之後 要再到店內消費時卻遭到拒絕 我說那我現在這些券怎麼辦 他就說他也沒有辦法 然後我就說那我昨天找消保官嗎 他就說就是他的意思是 歡迎我去的意思 疑似新店長到任後 認為餐券是過去員工所販賣 因此拒絕消費者再使用 但這樣的行為恐怕已經觸罰 而燒烤店前員工跟踢爆 除了餐券問題 更對裡頭的員工 未依規定給付新知 甚至不合理對待 加班沒有加班費 有時候要做得很晚 那個餐券那個事件 發完餐券之後 這個店長才接手的 所以我在懷疑說 很直接的就懷疑說 這個是不是員工去拿去販售 還是送給朋友來使用 所以我們當然要把這個事情 原尾要查清楚 店家急著出面撇清 解釋是因為擔心前任店長 將餐券隨意販賣 如果經確認餐券上的流水變號 是店家所販售的還是可以使用 但消費者購買餐券時 可要張大眼睛 餐券上有許多小陷阱 別讓自己的權益受損 當了冤大頭 記者和孟謙王千玲新竹報導